对面拿了赵怀珍了 那么你记住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想的是拿去 拿对抗的内容去克制怀珍 要看他队友的嘛 吕布对线不克赵怀珍 说实话 赵怀珍是可以拉扯吕布的 那么你只需要看他队友 像刚刚这样 敌人杰李白 三起这种英雄拿出来 我们就拿马超就行了 就他拿赵怀珍 你一定不要想的是 我拿什么去好打这个赵怀珍 你拿什么都不好打 说实话 你看怎么打 我跟你说打赵怀珍 首先前期 看他怎么做 39007滴血 加弱化 带了十个条 这个人这种 玩法的说明一个点 他是以扛伤为主的 不打伤害的这个人 打不过往后拉 抓肯定是抓不死的 为什么 弱化怀珍 前期无人能杀 几乎杀不了 我们还是正常转线 不要说对线单杀 怎么对线单杀不了 杀他队友 你看 我们多支援多转线 多去杀他队友 一枪 两枪 扔收 万人归枪 再说 再说 扔收 再说 往后拉 你看 这个是我们大招运算好了 看了没 这就是双muff 可以杀他吗 不好杀 拔一下 收 没收到 扔往后拉 一枪 两枪 三枪 实在是 空距离 那么现在我的经济是2200 证明到万人只有1600 事实证明他根本就没办法管住我们 把他队友是完全挡不住我的 像刚才这种一枪就只要能摸到 两枪就倒了 给一枪 好 给一枪 急跑一开 给一枪 是吧 会议过来 看到没 杀他队友就行了 戳 扔 扔 收 贯装 再戳 3100 2300 那这把游戏已经结束了 那马刹在前期有这种经济差的话 这把游戏敌弹到了中期我们就接完比赛了 是吗 现在这个时期的马刹几乎可以堪称无敌的吗 装备太好了 7400经济 马对面5000 这干枪之下被我抓了几乎就两枪秒两枪收枪干净就就死了 你看比如说这干枪对不对在这里万人不叫过来 但是有怀针那就不能乱上怎么一枪两枪三枪死了 汕噴噴噴噴噴们 糟绍 超看到 getting